近期网上出现了数起有关装修承包商 涉嫌诈骗的贴文引起了关注 消费者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首5个月有548起 针对装修承包商的投诉 比2019年疫情前同期多约一成 记者李雨婷报道 诺琳娜煤一家八口 原本上个月中应该搬进新家 不料装修承包商仅完成一小部分的工程便失联 诺琳娜煤已支付八成的装修费 这笔四万五千元恐怕难以追回 目前已报警处理 她的亲戚在网上贴文引起了关注 消费者协会表示 今年至今的548起投诉 主要涉及工程素质不达标 完工日期延误 以及预付款损失 装修同业商联会则表示 在近两年开办相关培训 那消息也指出 公众可要求进行累进付款 一般的情况是在确认承包商后支付一成的费用 然后根据装修的每个阶段支付另外的八成费用 以及在完成所有工程后支付剩余的一成费用 新产媒新闻新闻记者李宇廷报道